绝对这个葡萄的蜂蜜好不好 嗯 对 这个甜有蜜 而且水门多 就是这样的 我发到葡萄里面 手里面 哇 葡萄锅 来 你可以打你一巴掌 打一巴掌 打一巴掌 一巴掌 一串一串像葡萄药的栗子 漂亮极朗子子的 都舍不得植下来了 阳光浮照下的李子园 微分细细 堆积在一切的果实 渗透了阳光 再发着诱人的味道 打开一个 皮薄肉质厚实 果仍稀嫩 水分足 果核又小 没有普通李子的酸色感 好看 是的 这种李子叫五月翠 也叫做凤凰里 生长在四川高山 每年一月五月份 才能够成熟 商食时间比较短 大概二十天左右 完全就是一种 一季新鲜十五水果 一年只能吃一次 新鲜菜 蒸下来的李子 装好香 乘着收封愧计 去寻找它的主人了 在宁夏零五这个地方到处都是草枣园 因为宁夏有着四川江南池美称 咱们的这个草枣 在民间有一个说法 天上王母攀陶 地上零五草枣 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零五草枣 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枣在树上的样子 圈个好物 把零五草枣 分享给大家 就是这种草方形的 所以说咱们把它叫做沙漠仙枣 就是适合新鲜吃的一个枣 过了这个季节 想吃也就没有了 平常去大概只有十五点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 明夏的 零五的这个草枣 特别的好吃呢 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 嘎峰脆 它是果肉来上 是个淡淡的绿色 吃到嘴巴里面脆甜脆甜的 果盒又小 皮薄肉质厚实 这个地方来上 日照时间长 光照充足 周圆文长大 所以找吃的草枣特好吃 今年咱们给大家为了保证质量 保证品质 就是希望大家收到的草枣 是完好无损的 非常新鲜的 因此我们选择的是收封快递的 给大家包邮的 有好几个规格 三斤装的 五斤装的 可供大家去选择 嗯 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哟 就把它挂在我们视频下方 有一个购物车点进去就可以了 非常非常好吃的 宁夏零五肠灶 嘎 嘎 我现在吃的这个草 是宁夏零五肠灶 在冰箱里放的一个星期了 上面还有绿色的叶子 绿绿的 因为把它放在冰箱的冷槽 上面它的口感会更加的好吃 就跟早晨 刚刚从树上采摘下的那种风味 现在不是正好是咱们这个 宁夏的礼物厂 都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需要很多人去采摘 因为全部都是人工采摘 人工挑选的 采摘的话 就是一天的话是180块钱 从早上一直到晚上 中午有一个小时吃饭的 休息的时间 因为这个采摘的过程当中 这个早树上它是有刺的 会有点扎手啊 所以说穿着特别的厚 都戴着口罩 又是中午的时候 主要文场大 又要穿短袖了 所以说温度是比较高的 特别晒 裹得比较严实 就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打包枣子的话 就是比较 和彩这类相比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了 它是在库房里面 首先是不晒太阳的 而且咱们是打包枣子的话 工资就是120块钱 早上8点到中午的十二 中午的一点半到晚上的六点半 时间也是比较短的 工作的地点来上 就在宁夏市05市的长造交易中心 后面的冷库旁边 直接走上去啊 到操库联系咱们的主管登记 立马就可以上班 工期大概是20天左右 因为这个宁夏05朝早 它就是一个硬气实力的水果 不能够睡干 也不适合睡干 就是新鲜车的 因此口感会更加的虫脆 大概只有15天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火器 宁夏05的长造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在市面上可受欢迎的 每天的发货料都是集外的 急需要打包装箱的人 错过了就没有了 因为新鲜的枣它的VC的海料 在我们能够吃的新鲜的水果里面 是数一数二的 能够吃新鲜枣的季节 大家一定要去吃 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的海料也很高 而且有基酸果胶的海料都很丰富 还有丰富的B维生素 干草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 新鲜枣大家能够在吃到的季节 一定要去吃啊 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保证质量保证品质 咱们每天都是新鲜菜 在同时选择送送会计给大家包邮的 只要吃过回购超级高的 五箱十箱二十箱 都是把它带回家的 就是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啊 或者是自己吃啊 炒好的啊 送你就得送健康 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 很受欢迎的 大风萃 又是一年花桃成熟吃 果园里迎来了一波波 从周边城市来的客人 一个个手提果栏穿速在期间 体验彩制的乐趣 在蓝天北云下 与黄桃合影留念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果树 沉叠叠的黄桃挂在枝头 果龙们正在忙着挑果包装 冯树的喜悦药上没烧 2017年年纪53岁的大叔和老伴 从北京回到农村老家 种起了锦绣黄桃 今年是第五年了 预计总产量能够达到近五万斤 零售价每斤十块左右 金朋友推荐 黄桃成熟季节 雷桃园打卡的人很多 风风采摘购买新鲜的桃子 大叔看着自己在这片土地上付出的 心情汗水与劳动慢慢的有了回报 非常的开心 同时家里也盖起了小洋楼 还在朝修中没有完全好 但是能够看起来豪华气派 是很多人梦想中的房子 锦绣黄桃已经经过绿色食品认证了 人工除草物理防虫 这种水果完全就是一个印记新鲜实力的水果 营养价值丰富 口感好 吃起来脆甜爽口 可以软着吃可以脆着吃 打开之后 黄彩彩的果肉中间包裹着红色的果心 果盒还小 可食率高 只要吃过 就会让人喜欢上的一种桃子 每天新鲜菜在果园直发 礼盒包装 除了自己吃 也是馈赠亲朋好友 非常好的礼品 欢迎大家品尝 刚刚摘下来的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锅粉 很新鲜 大风脆 一点点酸味也没有 可以说是纯甜无酸 真好吃 又来了一车了 彩珍现场热火朝天 一串串果实沉甸甸地挂在树上 炎热的天气也指导不了丰熟的喜悦 这种礼子叫做五月翠 是生长在四川高山上面的 没有普通礼子的酸色感 肉质厚实 果盒还小 果皮又薄 植水也丰富 并且还脱骨 不仅嘎甭脆 营养价值也很丰富 可谓水果中的焦焦着 低热量低脂肪 算是些微含量丰富 还有多种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能够促进食欲 包住消化吸收 并且还能够靠氧化 肌油肌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 每天吃少几个 还能够平衡情绪呢 每天都是新鲜菜摘的 哇 你这个里子真不错 怎么办 先炒一个再说嘛 嗯 好甜啊 多少钱一桶啊 十块钱一桶 这是刚刚摘下来的 非常的新鲜 便宜点 快点 我一下子都不想和你说话了 去叶总会 一箱啤酒 七八百块钱 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个小小的火牌 二百块钱 价都不讲 去给美女每瓶矿泉水 二十块钱 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这么好的 刚刚从树上采蒸下来 新鲜的五月催红椅 一大桶 十块钱 就是一个采底价 就是一个批发价 还要便宜两块钱 小伙子 迟早要拜到女人手里 我宁愿倒到这沟里 也不会卖给你 发财的这些年轻人 没有种过果树 不知道果子是怎么要种出来的 这一个果子种出来 非常的辛苦 从开始长叶子开花 一直到结果 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与时间 像我们这么好的五月催离 送到超市里面的价格 大概是十块钱左右 一斤的 我提大家尝尝 水都滴下来了 嘎嘣脆的一个口感 而且皮又薄 肉质厚实的果核又小 九分甜一分酸 有一点点的微酸 但是吃的时候感觉不出来的 很好吃啊 青鸭子泡在水里面 是不是看上去很特别很漂亮 上面裹着一层粘性的胶状物质 吃到嘴巴里面爽爽滑滑的 就像果冬一样 是最近几年来活起来的食物 最早是从果味活起来的 现在在国内也成了明星食物 尤其是在一些博主呀明星的餐桌上 总是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西鸭子看上去小小的和芝麻一样 其实原产与拉丁美洲 不是一种新的食物 是一种古老又有顽强生命力的 距禁有五千年历史了 西鸭子能快速的走红起来 和自身的实力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的确是很优秀很独特的一种植物 其中所含的膳食纤维远远高于其他植物性食物 泡水色能够迅速的膨胀 出些胶状 也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的作用 有很好的粘性 代表质的海料也很突充 质量也很好 消化吸收利益率高 跨物质中更加美的海料高 尤其是更加美的海料很丰富的了 靠氧化物质也很丰富 因此有很好的靠氧化作用 单单从营养商来说 西鸭子确实是一种超级食物 除了泡水色 还可以泡着牛奶与酸奶 每天吃一到两熟 能够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非常好 西鸭子已经成了我们家必备的食物之夜 大家也吃起来吧 凌晨四点钟的街道 已经人山人海挤满了人 这个地方是李兹匹萨市场的一条街道 本来是两点钟就要带大家来的 实在是太空了没有起来 从凉店中已经开始了 这个街道很热闹飞闹了 我们去看看整个市场里面的李兹 拿着手电筒才能够看清楚李兹的新鲜度以及大小 一车一车的 大叔说他从三点钟就来了 拉了一车李兹 有大个头的也有小个头的 看这是半别红半别青的半别绿的 当我把手电筒打开的时候颜色真漂亮 看着自己的李兹大叔非常自信 相信能够卖一个好价格 大爷是凌晨四点钟来的热情的邀请我们品尝他的李兹 好新鲜好漂亮 一框框李子凝聚了果龙心情的劳动以及汗水 这种李子生长在金沙江半的也就是大山上面的 一个一个从树上采下来 一倍一倍的背下山 还要拉到树市场来出树 为了卖个好价格 凌晨聊天中 果龙们就开始陆陆续续拉着自己的果子 进入了李子交易市场 当然全国各地的树构上也是凌晨聊天中起来 就开始树果了 也希望选择自己春心如意满意的果子 天还黑的 人们已经忙活了 是生长在四川的 运树轻轻一捏就可以开了 核小皮薄入质厚实嘎崩脆 没有普通李子的酸色感非常好吃 每天新鲜采摘 这几个橙子回家榨汁喝 黑橙器 橙子的皮给它去掉 龙外漆成的皮不厚 所以取的时候特别的容易 黑橙器上面画上几刀 就可以剥掉了 也可以拿水果刀直接把皮给削掉 就像削苹果一样 切成小块 榨汁就需要这种浓碗 没有籽的 榨汁的汁才好喝 如果是有籽的橙子 榨汁的果汁就会发苦 一定要把汁给去掉 这个是龙外漆成 漂亮 果肉紧实 现在5月底6月份呢 你看 咱们的这个果肉非常的紧实 而且水分很足的 很好吃到挤一下 你看看我都舍不得把这个水分给它挤掉 倒入磕皮机 按下果汁键 好了 浓浓稠稠的 一杯鲜活的果粒成 没有放任何多余的东西 炒一口 橙香味非常的浓郁 酸酸甜甜的口感 完全就是虫天然的味道 如果是大家想要稀一点的 在榨橙汁的时候 可以加入少量的矿泉水 或者橙汁水 也可以放入一些冰糖 或者放入一些蜂蜜来调味 按照个人的口感 在这个美好的夏天 喝上这样的一杯橙汁 简直不要太爽口了 这种一面黑花 一面在成熟的果子 就叫做龙碗 是碗熟的品种 生长在火北紫柜 草江三峡两岸的边上 5月底6月份呢 还在成熟菜摘 只是好果越来越少了 果肉细嫩 水分足香甜又多汁 只要吃过 就能够让人爱富失手的一个蜂子 5月火北紫柜龙碗齐成 正在菜摘中 这种蜂子 是一年到中成熟很晚的一个品种 每年3月份开花 在树上经历了冲天 夏天 秋天 冬天 有一个不同的季节 一直到来年的4月份才开始成熟 现在5月份了 还在成熟菜摘当中 生长在长江三峡两岸边上 独特的气候条件 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优质的口感 花果同树 花果同枝 一面在开花一面在成熟 一面在开花一面在成熟 无脂无渣无井 果肉细腻水分足 又香又甜 就像吃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 龙外七尘 也叫做帝王尘 也叫做仙女尘 很有味道的一种尘字 很浪漫的一个名字 没有吃过的朋友 如果有机会碰到 一定要吃一下 国北紫龟 龙外七尘 值得品尝 两瓦奇亚子 加了250毫升的水 每天早上空腹喝一杯 有志于备气 不想运动 还想吃饱 又想体重称上的数字 每天越来越小 那吃什么呢 明星超模都喜欢吃的奇亚子 iPad上吧 奇亚子就是植物的种子 长得和芝麻大小一样 看上去灰灰的 白白的 营养却很丰富 有资料显示 带白质和牛肉相当 膳食纤维是红薯的十倍 Gade海量是牛奶的七倍 除了减重带残 平时吃一些奇亚子 能够为我们身体 很好的补充营养 奇亚子吃的方法也很简单 不需要碰人 直接用水冲泡就行了 不过是有方法的 首先空胚子中 放入奇亚子 再加入温水 这个时候要快速的搅拌 一到两分钟 如果说不搅拌 就会结成块 做的目的就是让奇亚子 吸收水分 重新的和水混合 放置在一旁 静置十分钟左右 会发现奇亚子能够膨胀到原来的十二倍 看它里面胶织满满的 滑滑爽爽的就像西米露一样 喝下去饱腹感还很强 能够把炒到中不需要的东西带些出去 一点点就能够泡一杯 天天喝热量不高 营养还丰富 别看奇亚子的体积小 500克的 够吃一个月了呢 玉米就是这样一个一个 用保鲜膜 包裹好了之后 抓在箱子里面的 可以很好的保鲜 非常非常的新鲜 就像刚刚从玉米树上搬下来一样 挺好一个一个 刻刻饱满 金银水果玉米上面的籽 有的是黄色的 有的是白色的 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品种 生的 因为这个是水果玉米 因此拿到手刷立即就可以吃 两年之前才开始吃它的 以前不知道 第一次吃这个水果玉米的时候 拿这手刷看到一个生玉米 怎么可以直接吃了 然后感觉下不了口 但是当它吃了这第一步之后 吃完之后 你每次你都会想着吃它 因为它没有那种 普通玉米的那种味道 压根就是清甜可口的那种口感 而且是一口爆汁 皮特别的薄 颗粒非常的饱满 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这个汁叶 有下去止水四溅的这样的口感 虽然它叫水果玉米可以直接吃 我们也可以把它煮熟了吃 或者放在锅里蒸什么吃 也可以包成汤 反正普通玉米的一切吃法都适合它 只是多余了一个可以生吃 是很过瘾的 吃完了啃的干干净净的 吃完了啃的干干净净的 哇好漂亮 脆 它主要的口感是脆 而且硬度比较高 桃青是红色的 靠近桃壳的地方 这个桃青是红色的 颜色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这叫做雪桃 深秋或者初冬的这个季节 才成熟的一个品种 在树上经历了200多天的生长周期 也把它叫做冬桃 现在这个季节很多地方已经下雪了 能够吃上新鲜的桃子 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个桃子也有一种吃法 向北方已经开始供暖了 家里比较乱活 或者喜欢吃冰的朋友 把雪桃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冷冻 一个小时左右吧 上面有那个冰渣子 拿出来口感很好啊 是雪桃很美味的一种吃法 冻着时间太长了 它就会结成冰疙瘩的 反而不好吃了 喜欢吃雪桃的朋友 可以品尝一下 非常漂亮 淘河也不是特别的大啊 只有这么小 今天我们就回想到这了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 昨天发了个视频嘛 有老板人订供了一栋 今天正在采摘 现场热火朝天的 我们就选择这种树上 大个土的先把它摘下来 小的让它在树上再找一找 因为这个里子小的它还可以长大的 同一个树上也不是同时成熟的 这个也是今年第一批的翠鲜 很多人都等了一年了等这个里子 嘎嘣脆 一点点的酸味也没有 可以说是从前无酸 五月翠里顾名思义 就是很脆的一块里子 皮薄和小肉质厚实 骨盒还很小 水缝又足 一口咬下去脆甜爽口 大哥挑了两头 哈哈哈哈 还没追满 等一会还要追满 五月翠里每天都是新鲜菜摘 四川原产地执法 由于皮比较焦嫩 所以说咱们的包装也非常的运行 直接用蒸煮棉来包装到 同时选择送风快递包友 这些刚打包好的去寻找它的主人了 今天喝的这个豆浆是炉糖豆浆 配料表特别的重 来 大家先看一看 配料表特别的重 重到只有黑豆或者黄豆 因为这个豆浆粉是有两种的 我们一般经常喝的是黄豆的豆浆粉 这个是有黑豆的 我现在手上拿这个是黑豆的 然后这个是黄豆的 两个包装袋的颜色不一样 黄豆粉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是黄豆的 浓浓稠稠的 特别的重香 就是原味 没有添加任何的糖 或者什么东西的 今天的早餐大概一共只用了 五分钟时间就制作好了 一杯豆浆 补充早晨的液体 而且是优质蛋白质 煮了两个鸡蛋 两个鸡蛋吃不完 待会儿只吃一个 这个是欧包 全煤的欧包 里面还有夹心馅的 它里面是那个子是夹心的 打开一看 打开之后 可以植水夹心 今天的水果是黄桃 把它切了一块 还有蔬菜就用西红柿来代替了 简单方便 这个豆浆还赠送一个摇摇杯 我发现这个摇摇杯好漂亮了 因为你把那个豆浆盆倒在里面之后 有时候我们去搅拌的时候 它特别容易结块 但是这个里面放了一个 谈黄酱的东西 我能把豆浆招进去水 把它摇啊摇啊摇啊就好了 后面 麦山变眼 所以这个可以吃上去 这种里子是生长在四川的 叫做五月脆 每年一厘五月份的时候成熟 也叫做凤凰里 表皮呈紫色的 肉质厚实 直水族裹和小 果肉质厚实 没有稀嫩 一口咬下去 嘎崩脆 而且还没有酸味 五月脆里子本来就皮薄 再加上每天新鲜彩椎 会更加的焦弄 为了保证质量与品质 我们从圆桶来把控 包装上可是下了功夫的 每一个果子 与珍珠棉独立放置 也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样能够避免溃地时在路上碰撞 你和我们新鲜彩椎的五月脆里之间 只隔了一个溃地的距离 欢迎大家下来品尝 黑玉米这样做出来太棒了 大人孩子都喜欢 漂亮的黑玉米面 先拿黑水给它套一下 这样子玉米面吃起来比较稀 好吃 这点水 再来点水 倒完算了 加入一半杯面粉 倒入葫芦草碎 这个还不够 还有一把 哎 好漂亮 放入葡萄干 食材多么的丰富 看起来都很好吃 发酵粉 纯牛来和面 搅拌均匀 用手揉成面团 放在这儿 盖上盖子发酵 两小时之后 成原来两倍的发酵 完成 搓成炒条状 放在蒸锅上 再次发酵到原来两倍大时 打开火 蒸20分钟即可 拿出来放凉 切成薄片 多余的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包装 随吃随拿 简直不要太方便 看 里面的六多足 香香甜甜 太好吃 刚刚蒸完果就下起了雨 蒸果的乡亲们正在吃饭 河北紫柜龙外漆成 是生长在长江三峡 两岸边上的 这个地方 雨水充沛 光照充足 地理环境 优越 是龙外最佳的生长地 现在这个季节的龙外漆成 应该是虫天无钻了 没有紫没有渣没有精 水分很足 入口瓜渣 花果同树的景象 非常的漂亮 每年的三月份开花 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才能够成熟菜蒸 在树上经历了冲夏秋冬 四个不同的季节 才有了龙外优质的口感 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中旬了 好的果子在慢慢的减少 且吃且珍惜 自然生长 远离污染 能够吃出来 遥光的味道 由于生长周期长达四百多天 因此龙外漆成 它不只是甜 而且是果香味还非常的浓郁 只要吃过的朋友 都会喜欢上的 今年不是有点干旱吗 你看树上都有很多叶子碎着 大家发现今年的水果 其实价格都不鲜 也都是很高的 而且我们这个李子 它是往外熟的一个品种 也是每年的冲天的时候开花 很多李子在夏天的时候 已经成熟菜类了 你看我们这个翠虹李 它到现在还长在树上 经历了冲天夏天秋天 三个不同的季节 所以说现在那上 它的口感超级的薄 个头不大 因为是晚熟的品数 我们经常说 浓缩的就是金花 别看它的颜色 看上去是紫色的 因为是新鲜的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果粉 把它擦掉之后 它的颜色就是红色的了 漂亮极了 这么好的翠虹李 大家有没有吃过 全出来 运输奇迹一叶就可以推了 而且果盒还特别的小 果肉是淡淡的黄色 并且是立合的 吃到嘴巴里面 脆甜爽口 没有普通李子的酸色味道 咱们家每天都是新鲜菜 原产地之大 欢迎大家品尝 只要吃过 就会喜欢上的一种李子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大家觉得李子是红色的 或者紫色的 才是熟了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李子 你看它全都是青色的 绿色的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青翠李 就算成熟了 也是这样的颜色 是生长在四川路上 配伐比较高的地方 这样来讲 就是猪热温差比较大 然后环境特别的好 非常适合青翠李的生长 我打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它是属于这种大部分脆的口感 鱼薯机器一捏就可以了 它的果肉是淡淡的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好看 而且果盒又小 就是现在这个企业 成熟了李子的品种 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 没有吃过 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你不会失望的 脆甜酥口 咱们家每天都是新鲜 这些产品一般的 每天发货都是这么多 所以说呢 在市面上是很数官员的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 按照一定要去品尝一下药 我就把它放在市厨 下方有一个练节的规则 有三星庄呢 有五星庄的 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规格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 硬性的新鲜的实力的水果 过了这个季节 想吃也就没有了 所以说 抓紧时间 总长起来吧 山桌 新鲜的 不要不要的 全部从箱子里面拿出来 每一个上面泡了一个这样的发泡网 你放到水龙头下面 沉稳一下 看这个头多好 多漂亮 看上去都想吃的 也看山猪的表皮特别的硬 特别的厚实 其实一手轻轻的一般就可以了 肥肥的 好甜 发现我能吃十个一次性都可以吃完 山猪表皮有这种黄色的物质 其实是山猪果树流出来的黄色 乳胶分干之后留下来的 也可以把它叫做山猪椒 并不是发霉了 因此 不影响我们吃它 中间的这个透明物质 它是自然形成的 也是山猪的糖心和果核 并不是灰掉了哟 因此也可以放心的吃 新鲜的山猪 装在食品袋里面 或者保鲜袋 以及保鲜盒中 这个表皮已经干了 但是不能让它的表皮变干哦 山猪一定要保持水分 因此装在保鲜袋里面的山猪 上面要喷洒一些水分 保持湿溶 会这个包装盒 看一看 是一盒月饼 挺重 这是一个礼品 对 咱们再把它打开拿出来 里面又是一个盒子 中国红的那种颜色 看上去非常的喜庆 再把它打开 一个大月饼 很沉的哦 这个月饼有两斤柱 是五人的 而且是我们家制作的这款月饼 是几品的 五人的 咱们把这个黑料表 还有名称 还有营养成分表 深闪电器 保持期 全部给它们写在这个月饼的背面 大家收到之后 里一目了然 精心悬出的就可以看到 由于是从我们的这个 长假时间发货的 所以说它呢 制作日期是非常的新鲜的 一节课 上面 上面是这个地方 精彩料 是一节课的料 金柱 真的货真价实 拿到手上的时候呢 感觉是沉甸甸的 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吃月饼 吃这个实话 有时候吃的是一种意识感 吃的时候 是我们对这个决日 美好生活的向往 现在这个大份的月饼 养青庄的 非常适合我们去送你 因为我们一般吃的月饼 就是35克的 50克的 100克的 像这个两斤重的 这么大的月饼 还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选择的 中间这两个字 咱们写的是感恩 果然锐豆 都是非常经典的 和抱到嘴巴里面去吃的时候 就会发现越嚼越香 特别的好吃 这种饼 大家看到是不是都想吃了呢 因为夏天就是吃饼子的季节 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 一种天然食物 今天这么多都是刚刚采生下来的 这种饼 它叫做外边湖 外边是湖的 外边是醋的 这种饼子里面是非常好吃的 我现在在水上拿的这三个 对比一下特别的了解 特大锅 这个是大锅 这个是猪果 而且还有小锅 没药啊 咱们家没有做那种小锅 因为小锅的口感 相比之下还要差一点 这个是大锅 我得给大家尝一下啊 我们打开之后 一时轻轻的一捏就可以K了 哎呀 你看它的这个裹盒还特别的小 是粒盒的品种 扎崩脆的一个口感 我来替大家尝尝 脆甜脆甜的 没有普通里脂的酸色的味道 非常的好吃 只是非常可惜啊 咱们这个英红娘 它的品牌 而且只有短短到20天左右的时间 多了这个季节啊 想吃也就没有了 香料大 我们的月饼开始大量生产了 有一千多个单品 一百多个月饼米盒 可供大家选择 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从包装选材 从原材料到生产车间 每一道工序都很严谨 十万级无菌精华车间 而且是从2010年就开始有的 距离现在是11年的时间了 我们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厂房 以及设备 还有加工技术等 多方面的改造更新 生产环境 产品品质 以及卫生条件 达到了国际一流的顺形 对生产工序严格把关 保持严谨 一丝不苟 不投机取巧 产品采取了严格的检测标准 不打要求的坚决是不能出处的 一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数 或者食品的健康 我们的产品远销 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 很多个国家 关注王梅子 来直播节里 请你吃月饼 你想吃什么 告诉我 好 吃完了 请你吃 你吃完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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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大家好 我是王梅子 今天冲的这个豆椒呢 是没有添加任何糖的 也没有任何添加成分的 就是原味纯天然的 有时候想打豆椒的时候 拿一包豆椒粉充泡一下 特别的方便 像这个豆椒粉 家里基本上都是常备的 刚刚中秋节了嘛 这个月饼 我们在一个月之前 就开始生产了 150条豆椒 再加一块月饼 这个是无浙糖的杂料月饼 每一块月饼上面 都会有一个专利号 而且是已经申请过专利配方了 生产品专利号的 这五种月饼的口味 就是非常经典的 我现在煮上拿着 和椒盐的 这个是红豆的 还有一个是板栗的 还有一个是五人的 还有一个是黑芝麻的 这五种口味 就是我们吃了很多年了 它一直都清就不睡 这市面上都非常的 深属人们的喜欢吧 可以这样的说 它和那些 哇 和月饼就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吃一个这个 椒盐味道 里面也有一点点的果仁 里面的馅料呢 这个皮特别的薄 这个皮特别的薄 是那种满满的椒盐味道 衣服有下去特别的香 苹果椒是香蕉的一个品种 最近几年活起来的 但跟苹果没有什么关系 就因为味道中有淡淡的苹果香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 第一次看到苹果椒 还以为是芭蕉呢 看上去很像 但是个头又比芭蕉大 吃起来口坦爽滑 比芭蕉更香 价格一直都是比较高的 产量较少 口感又新奇 现在在一些小地方或者小城市里面 还看不到苹果椒的身影呢 果心很饱满 皮薄 肉质厚实 一口咬下去 软络香甜中 又带着俏皮的清爽 这种新奇的口感很是受人们喜欢 只要吃过 就会让人爱不失口的 喜欢上苹果椒 丝滑极致的美味 也是老年人以及宝宝很好的凝食 夏天容易疲劳 精神不好 适到的吃一些苹果椒 能够让人缓解疲劳 精神振奋 还能心情愉悦 让人开心起来呢 三小水果 这一小是秋月梨 这一小呢 啥是人生果 这一小是十六 图尼斯软子十六 里面还有一张说明书 巧波十六的小妙招 很贴心的哟 里面还送了一个波十六的这个 酒精装 是七色果 是大果 云南十灵的人生果 有这样的两层 这一小西梅和翠红里是汶川的 品质很优质 西梅现在已经都危机了 但是翠红里正是大量成熟上市的时候 就是我们家一家 塞口人一个星期的水果 一小人生果是五金装的四十元 一小图尼斯软子十六 是八金装的五十元 一小秋月梨是五金装的三十五元 一小西梅和翠红里混搭在一起 五金装的大概是五十元左右 摆在一起一共就是二十三金装的水果 和摆的价格就是一百八十元左右 这样子算下来也是非常划算的 更重要的是吃起来非常的方便 想吃哪一种水果就吃哪一种 好几种可以交换着吃 五黑吃两点吃个麻烦 看起来是其貌不扬 而且黑不流秀的 揉到嘴巴里面一点也是难吃 而且还特别的香 有淡淡的杂料香味 中间加了一点点的红糖 好吃 一口咬下就是脆的 但是放到嘴巴里面 越嚼越有味道 吃起来感觉很干净 尺码都没有添加的一个小衣食 越吃越上瘾 绝对是秃头姐妹的福音 五黑粗两饼 它的配夹表里面有 黑米 黑豆 黑芝麻 黑枸杞 黑丧盛 都是对头发特别友好的东西 关键这个吃上去真的挺上瘾的 里面有一层夹心红糖 就很有嚼劲 很清甜 而且这个一块只有47大卡 简直气的姐妹都可以放心充 一盒里面大概是有13块 这样的一个饼 这个饼一点也不小 它的个头还是比较大的 放到手掌心里 这样的开头就更明显一点 我喜欢的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独立包床的 一个饼 这样的一个袋子 出门鞋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干净卫生 这家的孩子很喜欢吃了 昨天打开的就剩这么几块了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这是搞饼研究中心就做到这个门场 里面是那个饼花室和研究中心 这边是产品研发室 它的对面就是饼花室 当时那上光这个饼花室 我们头子就花了有五百多万 是和中医大合作而成的 现在有十年的历史了 时间我们经常的所有原材料 都要经过品质的检测 还有检测 农财 重金锁 以及它的营养成分 符合我们的标准之后呢 才能够收下 其次 生产的乐队 以及其他所有的产品 每一个小时要进行一次出药的检测 我们企业对自己的标准 已经遭遇了很多家的标准 所以 您选择我们的产品 是真正的年光 你们这一天李子好多钱啊 五十 这一天嘛 四五十 八个小时五十 这一天五十了 哎呀 你说 你能说的行呢 八个小时嘛 八个小时嘛 就是管的饭 中午一顿饭嘛 嗯 还是可以 那我们开心来送嘛 也还是可以 又锻炼身体 又挣钱 这个姐姐一会儿摘了五桶 二十斤一桶 嗯 嗯 四川的这个李子五月翠 你别看他的这个李子的颜色紫紫的 特别的漂亮 这个叶子也长得非常的好 有叶子有叶子有果子有果子 嗯 你可以偷偷的想念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 一点点酸油也没有 嗯 好吃啊 我觉得脆真好吃 脆的肉厚 果盒又特别的小 嗯 真有笑脸真一桶一桶的 嗯 每天都是新鲜菜摘的栗子 直接在果园打包发货 印记新鲜 十里水果 欢迎大家品尝 一树一树的 哎呦 看树顶上密密麻麻的 就是够不着 一百多年的荔枝树 就是那种最古老的那个亭种 这树顶上的能不能够着啊 这个呢 这个拿到一点这个就好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让它滚来搞它 咱们搞它起来的 真的要开一个枝条下来 这条路满满又长远 看着明年怎么办呢 还会发芽 还会发芽 这一辈子谁愿爱陪 他不嫌皮 你把包包包 放下来 放下来 好漂亮哦 这可以从树上收 树底上收的 好啊 这是还不够熟 很红 还可以了 挺红的 下个礼拜再回来 就挺红的 下个礼拜更熟了 是吧 它这个 要红到黑红 黑红的 它它又又不爽了 哎呦 嗯 掉下来了 从树上砍了这么大的一枝下来 从树上砍了这么大的一枝下来 要不然太高了 勾都勾不着 红红红的 这个是长在树顶上的 因为它听出了更多的阳光的照射 看一下这个颜色 实在是太好看了 很漂亮的 哎呦 酸甜酸甜的 有酸味也有点甜味 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只是河有点大 没有经过给疗的老行程 没人呢 继续 它继续 黏继续 ithi is there 一定要带着枝条才摘下来 才能够保鲜 抱到那边去吗 笑不笑行走的荔枝树 大学生联合本地的青年 带头创业 同时带动整个道地的产业 就是我们古代上种咖啡 这个咖啡都是自己种出来的 我们种 然后还有村民 附近的村民 两年多 两年多 18年就来了 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说去外面 想留在家乡 当时也在外面工作了 怎么说呢 这家乡这农村还是有定的这种 情怀了吧 就是喊父母啊什么的 好亲人接触啊 对 对乡村啊 就投币还是有定的 感情 然后跟发起人坐一起 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就决定回来了 我从创业开始 就一直住在村里 这两年就住在村里面 最常见年轻人 这个村的话 看起来说我是比较了解的 你们这个村子上大概有多人了 原来有89户 但是现在常住的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就九户老人 就是典型的一个空心村嘛 我们在乡村普遍的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要提倡乡村振兴 嗯 再不有一些人留在回流的话 这个乡村可能就慢慢的 就没有了嘛 所以 开始说要引 让人才才回流 那你外出的人在回流 你肯定不能够回来种钱啦 嗯 所以跟 最近都是咖啡神所的季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工啊 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千 下面画面的话 会把我们很多的农产品 像村里面的村民亮的酒啊 做的豆腐啊 蜂蜜啊等等的一些农产品 都可以拿这个 固承那个品牌 先提是 这些产品的质量 给我们来把关 咖啡神 还是有一个第一个咖啡 嗯 对 因为我们村的话 以前老人的话 在村里面 然后是头下 嗯 都会自己架口茶咖啡的 嗯 所以的话 这边的咖啡文化的话 是比较浓郁的 对 这样老一辈啊 因为村里面的老咖啡数也很多 就像我们普通都开始收咖啡 因为我们种了咖啡要三年才结果嘛 三年结果 对 今年才刚结果 所以我们收咖啡 他们都会收村民 村民以前 他们是有的一些 林产的地都会种的咖啡 嗯 所以我收的咖啡很贵 嗯 我们鲜果就收6块钱一斤 一斤干果 需要几斤鲜果 才可以两个晒干 6斤鲜果 6斤鲜果 才能吃一斤干果 对 咖啡 果汁要摘出来 要晒干嘛 晒干要去完壳 嗯 去完壳之后 然后再烘焙 那水分了之后 就已经很少了 我们这个咖啡一杯是 大概什么药的香味 我的什么 我的什么 118 对 纯纯的原味的咖啡 晚上回记得点 就是全手工的 我们就是有一个游客的体验 这样 觉得他还在喝到我们 他会觉得 还没喝完 还没喝完 爱恨 如果是一瞬间 红线里飘摇 去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时间 我呀我 爱恨 重复 不见 香蕉是有点大 一串香蕉挂在上面 还没有成熟 是新的 咖啡馆是坐了在这个葱庄里面 一个与时光对应的葱庄 咖啡树 开花了 这个花看上去像金银花一样的那种感觉 白色的 有的咖啡树已经有果子了 有的咖啡树还在开花 一盆全部都是咖啡树 进来了 来到咖啡厅了 是一个露天的 好吧 咖啡树 香蕉 拿鸡板子 哪里 特别美 从那个高兴就可以看出来 味道嫩小 对对对 附近熟 土豆 香味特别浓郁 我又是想要你放糕是吗 对对对 但是现在积没积累了 可是现在积累了一点积累了 积累了 不多也不少 最近呢是他们成功的细节嘛 我们是自收自晒 然后晒的功呢就花的比较多 晒要晒15到30天 如果说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来成美的时候 一定要体验一下葱萝里面 体验一下这个咖啡 全部都是当地的咖啡豆 北北叫做炒树葱 据老板介绍咖啡厅 也是亲自游的一个场所 每到周末或者是接假日的时候 有很多家长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 或者团队体验农村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我梅子 生后是几百亩的17号鸡专木 非常的壮观 非常的漂亮 像这个很多人朋友就是分不清楚 凤梨跟菠萝的区别 近距离看一下 凤梨的这个风光上面 它是没有刺的 是比较光滑的 没有锯齿 菠萝的上面是有的 而且我们这个凤梨 在种植的过程当中 是要套袋的 一方面为了给凤梨温度 长出来口感更加的香甜多汁 另外一方面 长出来的凤梨 它的味观是比较漂亮一点的 这个大概还有一个礼贝就完全成熟了 可以达到采摘期了 右边是我们的凤梨园 左边就是菠萝园了 再看看 菠萝就是用这种袋子套在上面的 发泡网子 看看这个叶子上面 哎呀 密密麻麻的这个次养 很扎手的 不敢摸 凤梨是不分青皮和黄皮的 青皮也可以吃 黄皮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黄皮的话 就是有的人喜欢它 口感比较柔软一点 甜度更高一点 但是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是青皮的 因为它的口感会更加的脆一点 所以说两种不同的口感 可以按照个人的需求 来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 成熟后的凤梨是直接削皮 就会吃西瓜一样 吃凤梨 不需要泡盐水的 也不需要挖刺盐 不色嘴 不麻嘴 就这么小泡 像泡泉水酱 水泡很足 很甜 很好吃 这又有女子来偷我家的女子 干嘛呢干嘛呢 又偷我家的女子 这女子啊 这女子 你不知道这是我家的女子啊 我刚好录博看了这个女子 数了这几个啊 你这就是这几个吧 你看一下你摘了多少 你看一下 你摘了多少啊 这你加的吗 这个 是我加的呀 这个树是我的 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的吗 那你尝一下 这个女子 跟我的加的这个女子的话 有何区别 你尝一个 我加的是找在这个青虾家的边上的 你来尝尝吧 我给你打开一个 这是我刚刚蒸下来的 你这个女子的话又脱骨 你看我跟你吃一下 我家的女子 是没有 比你还更脱骨 而且的话是脆脆甜甜的 这是我的女子 你告诉树上蒸下来的 你加的 我加的就是好吃 真的是你家的吗 找在冰箱旁边上的 你是不是记错了 你看看 这个树是我的 你的是不是在那边 没写那名字吧 这个是你看嘛 那个树是我的 这个也就是我家的了 你是不是要找找看你的嘛 有可能你记错了 我是不会记错的 我再尝一尝 那简直是太好吃了 就是这种立合的 又脆又甜的 生长在金沙江的边上的 幸福环境土壤的影响 只要吃过的人都会喜欢上的 它就外边红 也就是阴红利 外边是青的 外边是红的 每天都是新鲜彩蒸的 但是有的人没有吃过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它成树上市的时间 特别的短 只有短短20天左右 你和我们树上 这个刚刚彩蒸下来 新鲜的外边红利之间 只隔了一个溃地的距离 哇 飞了那么多了 十几杯了 看西梅长这个手套 十几杯了 给大家看看 西梅它生长的环境 就是在那个大山里面 四中全部都是山 而且在这个山顶上了 我们刚才从路上上来的时候 特别 路特别的鲜 看后面 他没关系 还把油塞过来嘛 所以说西梅来沙 对这个环境的要求特别高 这一片全部都是 是 真是太喜欢了 上面满满的脖子 西梅长的树上看它多漂亮 这个颜色 深紫色的 但是这个树叶又是绿色的 实在是太好看了 很少看到这个果子了 这个西梅完全成熟了 轻轻的一波就掉了 那西边黄河 哇 流过好香的味道 挺好吃的 香甜 多汁 啊 好喜欢 吃莲霧没有任何可以浪费的地方 皮特别的薄 果肉脆爽 无盒 无子 全身上下都可以吃 海包带放的莲霧 花孤独 正在开着花朵的莲霧 已经开花的莲霧花朵 刚刚开完花挂过的样子 看上去好可爱 像个活路一样 完全脱离花苞的形状了 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 两头有点变红了 快要成熟了 莲霧是很神奇的一种水果 一面在开花 一面在结果 一面在成熟采摘 开花的这一批果子呢 等到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够把它采摘 看采摘下来的莲霧 一个比一个漂亮 果子很好看 莲霧本来就是 比较娇气的一块水果 因此在打包的时候 非常小心 很多人说莲霧不好吃 没有味道 太清淡了 其实是没有吃到好吃的 我手上拿的这个莲霧 是从树上采摘下来的 新鲜材质 在树上完全成熟的 压根就是清甜可口 它本身就不是一种特别甜的水果 淡淡的甜味 很浓郁 而且非常的爽口 我们经常说一个莲霧八倍水 一点也不讲水分超级的做 吃莲霧没有任何可以浪费的地方 皮特别的饱 果肉脆爽 无核无泽 全身上下都可以吃 有机会的朋友 一定要品尝一下海兰 在瘦上成熟的莲霧 超好吃 我相信以前对莲霧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吃过之后肯定会喜欢上的 西梅是一种高达的水果 在大城市里面的价格一点也不便宜 因此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要学会怎么样正确的选择西梅 要不然会得不偿失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西梅的表面 比较饱满光滑的就是我们要选择的 因为这样的果子很新鲜 有时候表皮已经净净巴巴子了 这时候就不要去选择了 其次我们要看一下它的果粉 新鲜的西梅 表皮会有一层丰富的果粉 果粉越多说明它越新鲜 在超市或者水果店里打折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西梅的表面光滑滑滑的 根本就太多的果粉 这种西梅已经抱的时间很长了 就不要去选择 其次呢我们在选择西梅的时候 要开它的软硬度 比较软或者太软的西梅 也不是我们去选择的 拿回家当时就可以吃 但是不能熟虫不能重放 这种西梅也不建议去选择 当然西梅这种水果 有的人说口感是酸的 有的人是甜的 其实任何水果的美味 就在以精通发握它的成熟度 就拿我们经常吃的苹果来说 在没有成熟的时候 它就像木头一样 肯定是不好吃的 西梅也是一样 产色汪川的这种西梅 很多人还没有吃过 也不知道在汪川这个海拔 两千多米的深山上面 会种植有这款西梅 号称为生长在云端的水果 其实啊它成熟之后 它果皮的颜色是深紫色的 纯甜不酸 一点酸味也没有 当然西梅这种水果 我们把它放软 越软口感会越好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这个来自 孟川深山里面的 这种 这个都是挑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 这种 小的 这种很辣的 小的 你看嘛 它特别很辣的 好香 一块钱一斤 我们这种挑出来的 看嘛都是裂口的 一块钱一斤 你们等一会下班了 过来拿是吧 我们的过来 我们上班 我们下班 挑一些拿回家去吃嘛 我们 我们上班 没有 你这样子 不可以吃 拿这个兔袋 知道吗 挑最好的 挑选最好的 挑选最好的 你选拔的呀 拔的呀 拔的好吃 我给你呢 我把你拔的去买了 可以可以 你选 你选 你选那种东西 这些挑出来的都是 有的是就是上面有这样的裂口的 不好看了 没有卖香的 但是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一块钱一斤 吃一个 咖喷脆 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皮薄 和小 没有汤 脆甜脆甜的很好吃 这种里子叫做五月翠 是生长在四川的 皮比较焦怒 因此包装要特别的运行 一个里子 一个隔断 同时为了保证质量 保证品质 选择顺风快递包油 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好